Hello,大家好,我是Kevin Hello,大家好,我是Cec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泰国看病的一个经历 前两天小孩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带他去华欣这边最大的公立医院去看病 当然在泰国来说,如果生病的话有两种选择 三种选择 一种选择就是去私立医院 比如说曼谷医院之类的 这些私立医院的医疗条件比较好 而且交流起来他们英文水平是比较高的 交流起来的障碍也是比较小 当然花费也是相对要高一些 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去泰国的公立医院 这些公立医院就是覆盖泰国老百姓 三十泰铢治百病的这些医院 这些医院基本上是由泰国官方给拨款 他们来运营的 这些医院的人会比较多 效率会慢一些 但是会比较便宜 第三个种方法就是 拿也不去 在家里自己买点药 然后自己扛 其实这也是个办法 对于一般的小的感冒 或者什么的 不是这种长期的基础病的话 感冒小发烧什么的 买点药 然后大家吃一吃多喝水 也就很快就好了 今天主要我们来说 前两天我们去医院的 整个的一个感受 当时我在医院里 也是拍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中会穿插着进行 先看我那天拍的那一段 华欣医院这边是整个华欣来说最大的公立医院 如果真的想到这边来看病的话 当然花费是不高 我记得去年去年也是我的这个这个这个孩子发烧 然后到这边来看 他的效率非常低 我们到这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两点左右 上次我们过来看病的时候 然后一直等到了五点多 一直等到五点 等了四个多小时 然后才能有医生给我们看 在这期间呢 我看到好多这个泰国人啊 他们都已经带着饭啊 比如泡面啊 还有一些这个大米粥之类的 已经在这吃上了 一开始我们还不太了解啊 说为什么泰国这些这些患者 在医院里面 席地而坐就开始吃啊 后来的发现 确实他们这个效率是太低了 我现在是在这个医院的后面啊 因为前面太乱了 所以我在后面跟大家 说一会儿 如果大家也是在花心的话 然后最好是早来啊 早来 今天我们到这里有九点多了 九点多了 但是现在排队的话 我估计啊 可能要从九点 九点多 一气要等到大约十二点 或者一点 下午一点 这个这个样子 人非常多 因为在泰国嘛 对于泰国人来说 他们看病是不花钱的 然后三十株治百病 这个也是真的 而且据卫生部最新的消息说 下一步有可能会把这个癌症 也列入到三十元医保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泰国人在这个看病这块 确实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只不过这个 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来说 在这里到公立医院享受这种医疗 确实是需要等很久 非常的浪费时间 如果去像曼谷医院这样的私立医院的话 他们专门有这种外国人的门诊 看疾病来就速度非常快 当然也会价格也会更高 上次我带女儿过来看发烧 加诊断加拿药一共花了不到200台铸 也就是当时喝到40多人民币 然后回去吃上药之后立马就渐消 然后很快这个病就痊愈了 所以说在泰国这边公立医院看病 其实价格还是不高的 但是关键就是怎么样合理去安排时间 刚刚大家在视频中可能也看到了 我可能有一点点吐槽的感觉 毕竟泰国的公立医院效率确实是比较低 当时我们拿的是几号排的那个诊断那个号 89号 89号 也就是从早上起来 然后从1号开始到下午的 当时我们排上已经快要 快两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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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9点多一点吧 开始排 一直排到10点 11点 12点 1点 2点 5个小时 差不多5个小时 这样才排到第89号 还不到100个人 其实真不多 多半天的时间才诊了89个人 她的效率确实是不高 再一个就是 她的医生确实是比较少 当时因为CC跟孩子进去的 我当时在下面 在这个医院里面转用着拍视频 里面一共有几个诊室 有六个诊室 有六个诊室 当时你拍照片了吗 拍了什么 拍了 一会儿我就放到节目里面 当时这个儿科里面 一共有几个医生 一个医生 就一个医生 就只有一个医生 六个诊室 但是只有一个医生 如果这六个诊室 都有医生的话 那速度会提升五倍 差不多 差不多 五倍 五倍的话 我们一个小时 我们刚才排了五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看上了 主要还是没医生 当然具体这个医院是 有医生没有来 还是压根就没医生 我们也不知道 护士有三到四个护士 三到四个护士 在里面服务的三到四个护士 还有男护士是吗 对 还有一个男护士 还有男护士 是负责接待的 护士的整体英文水平怎么样 你跟他们交流感觉 英文一般 一般 他们主要还是说泰语 对 泰语为主 说泰语 公立医院基本上还是 以泰语为主吧 以泰语为主 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耐心的话 拿着这个手机上的翻译软件 去公立医院 看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即便这种交流上 有一定的这种障碍 但是泰国的人 泰国医生 一般不会着急 他会慢慢的 因为他的速度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不是那种着急的性格 你即便用这个翻译软件 跟他这样一点点的翻译 让他搞明白 你们相互的都能搞明白的话 可能会耽误很多时间 但是他也不会烦 也不会烦 因为之前有一个大哥 也是拿着手机 拿着软件 不会说泰语 也不会说英语 拿着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 就是去华新医院 然后去拔牙 很厉害 自己一个人 真的很厉害 好我们说完了诊断这一块 我们再说说 在这个医院里边 我转的时候发现 这个医院里边的商业氛围 还是比较浓的 我当时也拍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边吃饭的地方很多 刚才我在那边也拍了一下 泰国的医院 大多数都要靠 政府的拨款来维持 感觉这边的治疗的区域 就是给病人看病 住院 诊断的区域 和他整个商业的区域 是差不多的 这里面有大量的这种 卖这种零食 什么烤串 各种饼 还有 还有 还有那个 卖这个 鬼吊 这种吃饭的 水果 里边也还有很多的 这种超市 还有咖啡馆 总之商业气氛很浓 感觉就有点 像个那种 那种小夜市的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其实在泰国真的是 生病很少 像我在国内过去 一年至少要咳嗽两次 因为我这个有点气管炎嘛 然后也是这种 家里面有点遗传的这个样子 然后到泰国之后 一次都没有犯过 一次没有犯过 因为他这边 空气确实要好一些啊 所以到这边来 基本上没有生病 总之吧 尽量的还是大家不生病 生病之后呢 也不用太 太担心哈 在泰国 泰国不管是公立医院 还是私立医院啊 看病的话 一定是先救人 再收钱的啊 嗯 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吧 我上去看看排队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可能我们中午 就要在这吃饭了 好 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去泰国公立医院 看病的大体的流程啊 首先去了呢 要先挂号 挂号之后呢 你会收到一张纸 当你挂号的时候 医生也会问你啊 大体的什么样的症状 是孩子啊 还是成人 还是老人啊 基本的信息 你要告诉他 那到这张纸之后呢 就要去对应的 诊楼的门诊 去排队 当然这个排队时间 有长有短 建议大家还是早去啊 不然的话 这个时间会非常长 如果到你的时候 你就拿着你的 所有的东西都进去 继续排队 因为里面有一个等待区 每个这个诊室啊 在他们 在外面有一个等待区 叫到你的号之后 护士会根据你的这个病症啊 会比你一个基础的检查 你像儿科当时是量的这个心率 还有测的体温 是吧 根据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资料啊 他会简单的写一写啊 然后把这个病例呢 再给医生 你到里面的诊室呢 还是要继续排队 当然这个人就比较少了 人比较少了 然后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初步的诊断啊 比如说你需不需要去验血啊 或者去进行一些其他的实验室的一些化验的一个过程 如果需要的话呢 你就去相应的楼上去做这些化验了 做完了这个验血的这些实验室的检查之后啊 你不用等着这个结果出来 你再重新回到这个诊断楼 这个结果呢 医生会通过内部系统啊 直接拿到 大约是需要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呢 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化验结果 给你出最终的一个诊断结果 这个诊断结果出来之后呢 再去交钱和拿药 其实在这个诊断结果出来之后 这个时间点 如果是泰国人的话 我到医院来 我只是想知道我得了什么病 那么我不想在这里拿药 其实那个点的话 你就可以在看完这个病之后啊 就可以直接走了 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连停车费都没有啊 华新医院没有停车费 至少那天是没有停车费啊 但是如果你要拿药的话 你进入下一个流程 你就要拿着你的这个诊断书啊 去他们的收款的那个窗口 首先要划价啊 就是他会把你在医院产生的所有的费用 给你核实一下 包括你咽血的费用 包括你拿药的费用 包括这个护理费 护理费 我这有一个有一个单子 有一个单子 我不知道能不能清楚啊 好像不是太清楚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单子 嗯 它这里都有详细的这个金额啊 这里是详细的 你的所花费的项目啊 嗯 这个单子上面是 它的医学化验啊 实验室化验一共是830租 830泰铢 然后有一个护理费啊 对护理费 护理费180租 但是有护理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护理啊 对 它护士好像也没干啥 就给量了一个体温 然后给这个这个测了一下心率 嗯 180的护理费 然后最终拿药啊 最终拿药是70泰铢 对 70泰铢十几块钱吧 嗯 药还是真的很便宜的 对 药是很便宜的 对 主要是花在这个测血和测这个尿碱的这块 一共是1080泰铢 对 一千零八十 大约是多数人民币 两百多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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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价格我估计如果去像曼谷医院这样的私立医院的话 估计价格会更高一些 嗯 但是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好说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尽量的就少评判啊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经历啊也可以跟我发邮件啊我会给大家介绍 总体的来说啊我们对这一次的体验啊可以分几个关键点啊给他一个打分 当然这个打分是我们主观的啊不代表普遍意义啊是我们根据这一次的体验 然后主观的来打这一个分 大家呢也是仅供参考啊千万不要较真啊 整体的这个就医的环境你觉得可以打几分 满分多少分 满分十分吧满分十分 嗯 七分吧 七分啊 嗯 因为没有地方坐呀 我们就坐在地下 对我们去了拿了缩楼袋铺到地上 对 然后就在坐着 泰国人基本上就是席地而坐 对到那里一坐边等边吃 对然后就开始吃各种的零食啊方便面啊就开始吃 第二个就是诊断的效果 嗯 你觉得能打几分 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感觉效果的话打八分 打八分 九分 九分 嗯 因为他的药啊就是孩子回来之后吃上那个药明显的就是好转很多 嗯 那就是诊断他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对我感觉他那个药是非常管用的 嗯 就是他那个药特别好 那这样他的这个医术啊我们给他打一个九分 然后沟通情况就是语言上的沟通情况 沟通 沟通情况基本上大部分还是说泰语 就是那个大夫啊就是给我们给孩子看病那个大夫啊 三分之二是说泰语三分之一是说英语 就是相互交叉 对我们在我们的沟通过程中 嗯 是三分之二泰语三分之二英语 嗯 我觉得英语水平还可以再提高一些 嗯 这相对对我们外国人来说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沟通这一块满分十分的话你可以打多少分 七分啊七分 嗯 毕竟 嗯 嗯 怎么说呢 因为全是泰国人嘛 大部分还是泰国人 泰国人没住 嗯 对 对 这种公立院还是泰国人没住 有外国人 有外国人 外国老头 然后跟着一个比他年轻一些的泰国的 泰国的 太国的媳妇 媳妇啊 或者是女朋友之类的 对对 这样的情况有 嗯 但是外国人几乎是很少见的 嗯 嗯 八分 开始给他两分的一个可以提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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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吧 如果问你下一次如果再生病的话还会不会去花心医院 你会选择花心医院吗 会啊 便宜啊 便宜是吧 便宜药管用 但是一定要早去 对 下次我们一定要早去 嗯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再说一句啊 嗯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生病啊 对 然后大家对不生病 然后都要 sabay sabay 好了 我们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 sabadi k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